这个历时十四天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在昨晚就顺利完成 一共是录得178万3千位市民 是参与这个志愿的检测 但最重要的是要感谢中央政府 对我们的支援 在短时间里面 在香港可以提升到这个检测的能力 因为每一天要做十多万 甚至有一天接近二十万的检测 是今次计划的关键 如果香港没有在短时间里面 得到中央支援有病毒检测的能力 刚才所说的工作都是没有办法有成效的 就以检测工作为例 是由国家的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负责统筹和动员 570多位来自广东、福建、广西检测的人员 组成这支核酸检测支援队 分批由8月初开始来到香港 这班朋友在过去两个礼拜 联堂香港实验室的人员 在器膜的实验室可以说是非常刻苦地工作 是日以计计有很多日都是24小时 两班工作完成了任务 是令到香港人非常之感动 所以近日大家都见到很多市民团体都是自发 向支援队表示他们的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